天下人和后代人能谅解真吗 汉武帝刘彻的毛子似在质问司马迁 也似在质问屏幕前的我们 属于他的故事也终将落幕 让我们回到大汉长安 年迈的刘彻正坐在王座上昏昏欲睡 金戈铁马在眼前浮现 过去病的风浪拘蓄 未经的指导龙亭一幕幕 让他苍老干涸的心再露燃起草 睡不着了 你知道你这一花归给刘彻的心理伤害有多大 刘彻眼睛一瞥 发现刘福玲正偷偷看着 刘福玲瞅着这位沉迷修仙 吃重金属丹药的老爹 不敢怠慢 赶紧说 都是俺娘觉得你刚打了败仗 我要是过去找你 你不得请我吃皮带炒肉 听了这话 刘彻表示我得强行晚尊一下 接着他也起了出去走走的心思 这一旁的霍光和勾异夫人都吓坏了 刘福玲才多大了 别太枕 作为历史上酷爱巡游的皇帝 塞外的草原他去过 巍峨的泰山他还带着十岁的霍山 一起爬过 咱该说不说 十岁的孩子 你带着人一路从甘肃干到泰山 一路上一千四百多公里 坐着小马车在一颠簸 你迎着泰山的大风风格扇 我替霍去病 谢谢亲爱的好姨父啊 下了山没几天 小冠军侯霍山就轰了 你现在又要带着刘福玲出去往 霍光寻思 要不咱去个近点地儿 霍光一听这个 放心了一半 离京城也就三百多里低 一听这个 刘彻乐了 三百多里不远 朕跟你说 攻略之相 朕还搁那亲手立了个碑呢 一个村里八百人难盯 七百来个参加过对外作战 这点 高低领着小儿子 来进行大汉雄风教育的数一日 皇帝的车架 在胡梅导演的安排下 始降了史册上不存在的小村落 却让人不禁感叹 现在的电视剧 在歌颂帝王将相 和近视歌迹的爱情的时候 什么时候能够俯下身子 看一看历史上真正的主角 百姓 汉武帝掀开红色车帘 入目所及 这攻略乡 却无功勋 也不壮烈 只余下残缺破败 刘彻混浊的眼睛 扫过功勋老兵 老兵们的兴奋 溢于言表 一方面是见皇帝 确实不容易 另一方面 整个大汉 谁不知道汉武帝 出手阔出来 在老兵的素拥下 汉武帝 第一次走进了他们的屋子 不同于他这些年造的院子 粗糙 真实 简陋 尽在不言之中 汉武帝摸着抗上的小男孩 那一双稚嫩的毛子 似乎感觉到了沉重的压迫感 迈着沉重的步子 汉武帝刘彻 走向了他曾经立下的功勋碑 汉武帝刘彻 抱着刘芙玲 虽然史实上 含着金汤勺 生长在金碧辉煌的 宫尾的汉武帝 断不可能来到偏僻小村 胡梅导演 用他的兴头 用残破的老人 和饥饿孩童的哭泣 让一位丰烛残残年的孤家寡人 说出那一句 才尤为有血有肉 如同后人诗句一般 伤心秦汉金行处 功雀万千都做了土 心百姓苦 亡百姓苦 烈心壮志的开疆拓组结束 该抚平大地的伤痕 汉武帝一起身 虽然勾异夫人 温香软语 耳旁这句话 就让他有点不舒服了 总感觉 这鸡汤喝了有点毛病 这时候宫里的人 也在议论纷纷 嘿 您看看 皇上不吃丹药了 居然把这帮子修仙者 都赶出去了 那讲话的 汉武帝刘彻 对长生的渴望 可不比跟他并列的秦皇少了 对方氏的封赏 可谓是相当买力了 距离没说 咱就给大家伙 唠唠这事啊 汉武帝年纪一上来 就想着 磕丹药修仙的 当时有个老头 叫李少君 就给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给骗的 自行车头子 他跑过来说 自己活了二百来岁 能炼金丹 去过蓬莱仙岛 吃了能长生 汉武帝信了 给了盖了院子 眼巴巴的盼着 他把丹炼成 结果李少君 自己炼丹 吃千中毒 病死 汉武帝表示 李先人指定是飞生了 总之 此刻的刘彻 是不吃丹药了 病毒就关闭了 聪明的智商 又占领高地了 啥炼金术使 都是骗子 都是来骗朕的前提 听闻这话 小马把药往地上一扔 就要上演 金科刺秦王 等处理完了小刺客 汉武帝刘彻 对着金蜜迪 抛出了问题 金蜜迪作为汉武帝 晚年进城 在经历了诸多事情后 汉武帝召集了 霍光等内朝重臣 朕继位以来 所为狂辈 使天下愁苦 不可追悔 自今是有生百姓 民废天下者 惜罢之 资质通鉴 也正是有了 最紧照的颁布 汉武帝才开始了 逐渐地将大汉这家 即将失控的战车 拉回 虽然史学上 对于轮台最紧照的 说法不一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汉武帝后期的政策 是由此开始转向 从此 大汉的军政方向 由为了武功 不惜一切的进攻 改为了被动防守 由此 大汉省缺了最大一笔开支 航大的军费 同时 在傅明侯丞相 田千秋的建议下 刘彻也把宫里养的 什么炼金术士 修真者 穿越者 嚷嚷着什么 鸡变偶不变的人 兴出工具 那讲话了 汉武帝是啥人呢 汉景帝在破烂魏阳宫里 编草鞋凑合过日子 他汉武帝流车 就能四处巡游 造小院子 给后宫主 给自己玩 时不时 再造几个炼丹房 让炼金术士 在里面炼丹 可依旧是在大方向改变后 止住了车 可能他也意识到了 一切牛鬼蛇神 都特么是纸老虎 这是对于宫廷和军事上 在民间发挥了文景之志的传统 信科报 只善父 立本 简而言之 一句话 鼓励老百姓 种地养马 好好过日子 朕不折腾了 朕不盖小园子了 朕不随意搞钱了 这几项措施的执行过程 汉武帝是看不了了 他眼下有个最重要的工作要做 确立大汉帝国继承人 咱们之前也分析过 汉武帝六个儿子 未来准皇帝杆了 老三老四品行不端正 昌义王刘伯 汉武帝瞅着就会起 那就只剩下一个选项 也是迫于无奈的选项 幼子刘福林 面对着汉武帝的问题 本台特约记者司马迁 小心翼翼的表示 陛下 这个是可以说的 汉武帝一听乐了 哎呦 我太了解了 你不跟我当面接着 在司马迁颤颤巍巍 往出走的时候 汉武帝手一指 朕今天就要看到你的书 当天晚上 勾异夫人就难受了 大半夜不睡觉 跑来给老刘扯 扇扇子 这汉武帝越看越开心 好温着 你瞅瞅这血的 多棒啊 可接着 吃瓜吃到自己身上 就不乐意了 气得刘彻 智脑过散 瞅着汉武帝的反复横跳 勾异夫人 露出了弱小无助 且可怜的表情 几个小太监也不明白 烧还是放呢 接着 刘彻一口老血 就吐了出来 到了这副光景 汉武帝也知道 炼丹修仙 朕不能长生 他召集了四位大臣 刘彻在选择脱孤大臣上 选择的都是亲近 且忠诚可靠的内臣 霍光 金米迪 桑红阳 上官杰 外加丞相 田千秋 互相牵制 互相依附 交代完了脱孤大事之后 汉武帝刘彻 还有一件事要做 他叫来了勾异夫人 陛下 是要一儿陪您吗 看着勾异夫人青春的脸 他想起了 被窦老太太和母亲 压制的痛苦 勾异夫人 吓得连退了好几步 别以为我不知道 刘彻的双眼 也不禁微微泛红 一滴泪 从眼角落下 而导演最后安排了一场 汉武帝和司马迁的对话 一切又回到了开始 汉武帝刘彻的一双眸子 似在与司马迁对话 又似在质问 屏幕前的我们 既由汉武大帝开篇的评价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 前所未有的尊严 他给了一个族群 挺立千秋的自信 他的国号 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如果说 秦始皇 用统一六国 既定了华夏大一统的格局 那么汉武帝就用霸楚百家 正式开启了中央集权 成为了历代帝王的教科书 想做明军的 试看汉武帝 内政缺帆两把抓 经济改革 外讨四一 想做暴君的 贯彻落实汉武帝 修仙 炼丹 盖园子 大杀四方 并发扬光大 属于是帝王界的海兰之家了 总有一样 试狠 文治 独尊如术 维护统治 立查举致 选拔人才 单说汉武帝的经济改革 就是封建时代 历代王朝 着重研究的对象 无论是掩铁专卖 亦或者是 卖官卖绝 花钱赎罪 改换必职 都能体现汉武帝 对国家经济 拿捏的举重若青 武功方面 更是不必多说 他和魏清获取病 注定载入华夏文明史册 征讨匈奴 凿空西域 四方讨医 每一个词汇 都是一段 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古往今来这么多皇帝 能干成一件 都是明军 汉武帝 一人都给干 同时 在穷奢其遇上 汉武帝也做到了 可歌可泣的属于事 对着大汉 就是一顿 不可持续的合则而鱼 打空了文景两朝积蓄 自己又能搞钱 继续支持 自己打仗盖房子 暴君做的荒唐事 他都干过 干的还很尽兴 与印章皇帝 未知皇帝 北守皇帝 花船皇帝相比 汉武帝再爱玩 在晚年知道及时调整行政方向 哪怕自己没有亲自执行 也有余生最后的运气 将大汉的一切 托付给了火光 在开创历史上 汉武帝 他撑起了华夏的脊梁 也留下了无尽的想象 各位铁子们 我们又一起走过了一段历史 所谓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我们是东乐剧院 我们下一段历史 再一起见证